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就激发了沙耶加的情绪 而且你看他劝沙耶加的方式非常科学 不光是说你这个怎么时尚 我激发你对这方面的情绪 同时呢告诉他 你为什么要好好学习 考这个这个青莹大学 为啥呢 青莹大学一帮富二代 一帮帅哥的 知了知了许多 发生也広了 K.O. 如果 世界都很高 人生就更豊富了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是史学的最高峰 人材也集成 模特和女士的率也增加 有的人听这说这什么教育方式 这也太庸俗了吧 太现实了吧 你别小瞧这庸俗现实 你得根据这个孩子 他当时想什么 你像你对着沙耶加说 实现人生理想 要实现自我价值 他不一定懂 可能你用很庸俗的一个目标 一下子刺激他对学习产生兴趣了 你给我举例子吧 你让我说张一谋 当年那时候没多少人琢磨考大学 他就琢磨往北京电影学院考 有人说张一谋远大理想 要振兴中国电影事业 当导演里的翘楚 他那是没这么远大理想 他为啥要考电影学院 就会拿个文凭 回到他所在的地方 当个文艺宣传的干事 但这确实张一谋 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专业天地 成就了第五代导演当中的顶尖水平 你再有我们说 说演戏演得好的 陈道明 说陈道明当初 在一个医学的世家 他最后考到天津人意去了 从事演出了 说他是立志 我这辈要做一个优秀演员 不是 他为啥考天津人意 不想离开天津 你就这么一个庸俗现实的目标 成就了今天第一流的演员 所以不要小瞧这些庸俗现实目标 你针对这孩子 他眼前想啥 你对他眼前有信力的 能够把他对学习的兴趣提升上来 这就是好办法 所以这平田老师 确确实实做到了 因材实教 僕みたいに授業に ついていけない生徒が たくさんいるんだよね でもここでなら 一人一人の個性に応じて 教え方を変えられる もっともっと 重点的描述 他有俩学生 一个叫子路 一个叫燃友 有一天 他另外一个学生 龚西华 在旁边伺候老师 给老师端茶倒水 这时候子路进来 老师我问你个事 我听到了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主张方法 我是不是现在 马上我自己就按这个干 孔子说 那怎么能马上干呢 你总得问问老师 问问家长 不可鲁莽 子路说 是是是 出去了 不是 这是